FM1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我是佳寇姜伟文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是的 因为我大概有好一阵子都不吃米饭 也不吃面了 因为就不想吃这种精致的淀粉 都是一些地瓜南瓜什么的 可是有时候还是想吃一些汤面 那天就突发奇想说 拿金针菇来当面条好了 因为它煮起来只是一条一条的 那当面条应该不错 然后我老婆蒋夫人 又喜欢把金针菇撕成一条一条的 我就觉得这真的可以拿来做汤面 我就拿一些虾子 然后火锅牛肉片 然后再拿一些香菜 然后就把它煮成一个汤面 很简单 一包金针菇先把地头去掉 然后你稍微花点时间 把它撕成一根一根的金针菇 而不是一重一重的这样子 再花一点时间 全部把它变得很细很细这样子 把它当做面条 OK 放旁边 然后你这个虾子要买带壳虾 你把虾头去掉 虾壳也去掉 但是不要丢掉 因为待会呢 我们这个汤底要需要用虾头跟虾壳熬出来的虾汤 那这样味道就够了 好不好 我大概用了八只虾 虾头虾壳都去掉以后 热锅 然后把那个虾子的壳跟头啊 稍微擦干净一下 不要太多水分 热锅放一点油 把姜片放进去 这个姜片呢 待会是要拿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拿姜 稍微把它拍一下就好了 待会要把它取出来 放进去 让锅里的油呢 跟姜产生那个香气以后 就把虾头虾壳都丢进去 大火 不要移动它 不要炒它 把一面先把它煎到那个变色变成红色 然后你可以闻到那个虾壳的味道跑出来 这时候呢 左手拿米酒 右手拿热水 待会你要用多少热水 比如说你这碗汤面 你需要450cc的热水 你就放500cc这样子 好 左手倒米酒 米酒一下去 大概一大匙左右 你闻到那个米酒 那个味道 热水就给它滚下去 这时候呢 热水跟米酒跟虾 还有那个姜片 就产生煮出来一种虾膏汤 OK 煮个30秒就够了 不要煮太久 大概煮一煮 它那个汤会变成一个颜色 然后你就把那个姜片 虾头虾壳全部捞出来 这个虾汤就留下 待会做汤秘用的 接下来动作就更简单了 就是把这个汤煮熟了以后 然后你就把你的虾子去背 把藏尼拿掉 然后稍微放点盐巴在旁边备用一下 然后你把金针菇就把它丢进去烫 如果你讲究一点的话 你可以先把金针菇烫个30秒 30秒把它拿起来 然后把它放冷水里面 把它降温 这样它保持它的口感 然后它也会把金针菇一些酸酸的味道 把它去掉 烫30秒 冷水去掉那味道 然后再把它丢回去你的高汤里面去煮 然后你就有这个汤面在里面了 虾高汤煮金针菇 煮着煮着 你就把牛肉片丢进去 牛肉片丢进去 把虾子也丢进去 虾子丢进去以后 你就把香菜的梗切断丢进去 最后要吃的时候放一点香菜在上面 那你的味道呢 你可以用鱼露来调味 放鱼露 让这个的汤头有点东南亚的风味 very good 试试看冬天那么冷 吃一碗虾高汤的那个汤面 而且是用金针菇来做 真的蛮好吃的 大家试试看了 OK今天我们来欢迎 我的偶像 以前最喜欢看他画的政治漫画 他也是我爸爸的偶像 甚至于是我爷爷的偶像 让我欢迎渔夫大哥 蒋公你好 你刚从台南过来 是 上来台北 对 我看你这个 你这个节目叫蒋公厨房 那我以前其实也写过一本书 叫金国食谱 但是刚好是在那个时代里面 我正在这个采访提案拍戏 知道有个三百零 我们那个时候是三百零几个乡镇市 是 我也都去了 那我去了以后啊 我就问那个地方上面的一些政客 我说你们这地方啊 哪里的东西最好吃 那你想他们这个艺人啊 什么一直都在到处跑 一定要了解 说他一定知道哪里最好吃 对 就问他 他说没问题我带你去就去了 一到这个餐厅一看 有一个蒋经国跟这个店老板的合作 再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也是 这个也是 那里面也是这边也是 好就全部把它给记录起来 记录起来我就把它写成一本书 经国师傅 对就是讲经国去吃过的小吃店 哎这个蛮有特色的 这是这是最早的时尚玩家的原型 这大家喜欢去店里去拍照 然后什么打卡 这最最原始的 所以经国先生第一位打卡的 时尚玩家应该在我后面的后面后面 我应该是最早开始来做这种节目 当然 不过这个蛮有趣的是 这一本书你知道找谁写序吗 难道是 张孝岩 张孝岩他那时候当国民党秘书长 是是是 结果他看到这本书以后他非常的感动 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 所谓的蒋经国的民间友人嘛 对 那他就照着这个我写的书上面呢 就是去把这些人通通找回来 对 找回来以后又跟他跟他爸爸一样 跟他们的拍了一张照片 对啊 哇 还有特别意义 所以他把他等于是把蒋经国这个民间 友人给找回来 嗯 这很有意思 因为我前两天才在吃一个不知道什么 喝这个杏仁茶之类 然后我老婆说你怎么那么爱喝杏仁茶 不是我我回想一下很多东西 就是我爸爸小时候陪着我去吃一些东西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爸爸的口味突然之间那个 儿子会觉得特别的有感觉 好 那最特别是他跟那些友人全部在拍一次照片 这个蛮有趣的啊 你是讲这个杏仁茶 这个 以前啊 以前台湾人在日本时代 以前啊 他是吃油条是不配豆浆的 配杏仁茶 配杏仁茶 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所谓的豆浆 哦 豆浆是后来的1949年以后才有的 所以这是日本人那个习惯吗 就是不是以前是这样子 以前在日本时代到最后在推动这个黄明化运动的时候 那就会有一些争议 比如说你如果是认同这个日本的 那你当然就是我要学习日本人的吃的习惯啊 对我就要开始吃这个早上要吃卫生汤 然后呢 这个我要吃这个杏仁鱼 寿喜烧 然后呢 我要吃这个日本的料理 嗯 或寿司生鱼片 拉面 对 那拉面是战后了 拉面战后了 哈哈哈 拉面又一段故事 而且拉面好像是中华中华拉面变的 对对对 中华面变的 那这个一直在那但是另外一派是认为说我们要跟日本去隔开来 所以我们早上还是要吃油条 嗯 那你吃油条那个时代里面没有没有豆浆 所以就吃杏仁茶 哦 那豆浆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我在我的那个书里面台南巷子 啊我讲到这个蛮有趣 就是全世界啊烧饼包油条只有台湾才有 嗯 那我朋友讲说你乱讲我去那个 那个厦门啊什么都看到了啊 啊我说那个是台商反攻大陆成功以后 才有 去那边坐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这样吃 是啊 只有烧饼油条我们是台湾是这样吃啊 因为以前的烧饼在北方啊 他是有包东西的 但是他不是包油条 那南方有百年油条 但是没有百年的烧饼 你在台南他有百年的油条 但是他没有百年的烧饼 那1949年进来以后这个烧饼啊 一间的这个油条 那你知道吃油条的时候手味很很油嘛 对对对对 手味很油 所以他干脆就把这个 他本来就烧饼就包东西的这个习惯 干脆就把烧饼包起来 包这个油条起来 嗯 所以从此以后啊 这个烧饼包油条就在台湾出现了 你看吃那么多年的烧饼包油条 好现在才听到他的由来 这个很特别 这个就收录在我们这个 虞富大哥最新的座名台南巷子内 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 待会来好好跟虞富大哥 多聊一点台南巷子内 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FM1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面欢迎到的是虞富大哥 虞富大哥你好 讲公 我老是在讲公好 真的是 好像来到重镇纪念掌 台南巷子内 台南真的是小吃和美食真的很多 我既有去台南玩一次 就觉得流连万返 就很想再带我爸爸妈妈或带家人去那边 因为谁不喜欢吃小吃 是 所以巷子内小吃感觉更迷人 好像是比较神秘的感觉 在地才会知道 应该是这样讲 台北台中高雄也不是没有好吃的小吃 一直很多 但是因为这几个大城市 它的交通成本太大了 就是我想要吃个蛋子面 我可能要做到这个大道城去 或者到狄化街去去找这些小吃 但是你在台南它有个好处 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 它的scale规模不很大 所以你在这个台南 你就是骑个像我刚到台南的时候 十年前 那我就想说 那我就每天骑个脚踏车 然后好好的吃小吃 这样应该会是 会有达到运动的效果 就没想到越骑越肥 太多可以吃了 对一趟路下来 就两三个地方就是平平一直吃 所以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在台南的这种这些小吃 而且另外就是台南没有像台北这么 就是台北台中高雄这些 如果是就是有很多 它根本是不是做好的 就是没有做得那么用心 但是它因为它范围大 那你说比如说好我住在中和 那可能这个这一个四目鱼 我觉得我想要吃个四目鱼 那随便一个店家就好 你要吃四目鱼我就跟你吃 那其实不是在 就是四目鱼运到台北来 其实就不好吃了 所以可是在台南的话 我看你这边有几个篇幅 是有关四目鱼的 我先问一个问题 余副达跟说十年前去台台台台南 是 那时候是因为爱吃才去的吗 还是什么 那十年前是这样子 我那时候已经48岁了 那我也做过什么电视台总监 什么的一大堆了 那我后来自己这样想 我想说我已经48岁了 如果我的人生好像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那碰到堵车 那前面的那个人往前一步 我才能跟着他往前一步 后面的人才跟着我一步 你想下交流道都另外交道去是吧 对我在想说我这样子塞到 塞回去吗 塞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就决心下交流道 那看到人生风景都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在那边已经住了十年 我不是很多人以为说是说说而已 我是真的住在那里住了十年 而且大大小小的巷子啊 我大概都几乎走过了嘛 那十年前我看到的台南 跟现在看到的台南完全 跟我现在十年后再去看的台南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最大差别是什么 因为我我其实不是很多人讲说 余夫你是美食教 我说我不是美食教 我是对这一些饮食文化背后的意义很有兴趣 非常有兴趣 那我也在那边 因为长期在那边生活 你就慢慢理解 比如说 施木鱼 为什么叫施木鱼 我听说好像是我不知道 我听说是郑成功 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故事 可是我我也不记不记得是为什么叫施木鱼 就是郑成功 人家把这个施木给他吃嘛 对 那他吃了以后 郑成功就讲 这个什么鱼这么好吃啊 什么鱼 他说这个国姓爷要把取名叫做施木鱼 什么鱼他的口音 他们把国姓爷取名叫施木鱼 这个施木鱼 那你想这个这个有点白痴的这个传说 因为施行公是从日本长大的 对 他一辈子也没到过北京 他怎么会讲北京话 他会他可能会讲日本话 也会讲这个荷兰话 假设可能 那台语当然是 就是福建话 他当然是最会讲的嘛 那他怎么可能会讲这个 那施木鱼其实不是正正功的关系 是荷兰人引进来 那荷兰人把他引进来 引进来的时候 那个鱼啊 荷兰鱼啊 到现在荷兰鱼叫 它是三个字 荷兰鱼 把这个鱼叫 对 就是类似这个音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呢 再传给 再引进到台湾来 给这个麻豆舍的希腊牙人去养 所以 这个 才是正确的发音 所以说 我如果现在到荷兰去 我可能看得到麻豆舌 你去荷兰会看到米粉 真的吗 就写米粉 为什么会写米粉 你看他发音 英文的发音就是米粉 我们有一句话讲说 你这把我喂荷兰 有没有 你我喂荷兰 就是说大话嘛 那大家就是把他写成这个 你在画虎的老虎的LP 那即使不是这样 因为他是 他是这样 荷兰人在台湾统治了三十几年嘛 那他就 当然会从福建引进外劳 那一些福建人跟这个荷兰人在一起 那在一起就会 听到荷兰人讲的荷兰话 那他就回去跟他们的村子里面 讲说今天荷兰人讲什么 那村子里面的人听不懂 就说你在讲那个荷兰话 荷兰荷兰的我们的英文的发音叫 荷兰到现在都是荷兰 所以呢就是 伟荷兰就是在讲荷兰话 荷兰不是在讲那个老虎的 有有有有有 有时候我们去出外景的时候 别人问我们说你什么电视台 我们是荷兰电视台 没跟他开玩笑 荷兰电视台 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去荷兰的话 我吃到虱目鱼吗 荷兰吃不到啦 虱目鱼是一种 虱目鱼喔 它其实是 你普通的虱目鱼在抓的时候 在捕捞这个虱目鱼的时候 会是晚上 十一二点的时候 然后先派一个白鱼出去 问里面 然后又拿一个竹竿打这个水面 让这个虱目鱼惊吓 那虱目鱼惊吓就会开始在那边跳来跳去 那月光下很好看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子 要让他把肚子里面的脏的东西吐出来 他会惊吓就会吐出来 然后再把虱目鱼 把它弄成当场要处理他的鱼鳞 因为要保鲜 虱目鱼是非常容易退鲜的这种鱼裂 所以他一路上就是把他的这一个鱼鳞打掉以后 赶快送到那个鱼饭 鱼饭的车子已经在旁边等了 赶快送到这个专门处理人那边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台北人很 台北人不敢吃虱目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鱼刺太多 所以怕策定 对 那要怎么办呢 就要处理这个无刺的拭目 现在都是无刺拭目鱼肚 那个是很非常麻烦的事情 就是要先从这个头切掉 切掉以后从肚子 就是肚子有一条线 肚子跟鱼背 中间有一条线 要把它划开来 鱼肚先拿掉 先拿开来 要准备要等一下要卖 然后再开始处理鱼里面的这一个刺 那鱼刺的处理方式 拿这个柳叶刀 因为我已经住太久 所以我都知道 你怎么会 鱼肚大概你有在 你有在卖鱼肚是不是 你有在卖鱼肚 虱目鱼肚是不是 蛮有趣的 以前我住在台北的时候 根本就不去菜市场 现在是每天喜欢去菜市场 然后就看着人家在怎么做 这个虱目鱼肚是怎么做 所以虱目鱼这种东西 也不能到台北 到台北来不及 还有另外一种是牛肉 台湾的牛肉汤 牛肉很重 对对对 来不及 有一次这个李昂 我们的作家李昂 那我带他去吃这一个牛肉锅 只吃了一盘而已 马上打电话给他的美食老师 说哎呦 世界上怎么这么好吃的 对我可以马上想到 李昂老师说话那个样子 对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他要带回去 就那个老板跟他讲说 你带回去不好 不好吃 不要带回去 不要带回去 后来呢 有一次李昂又跑到台湾来 那这位他叫他学生 他学生去买 然后买了以后 他在高铁站等 拿着就哇一路就往台北跑 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呢 那时候有 有一桌子的人在等他 包括什么像 余美人 还有我们那位 还有另外一位突然忘记了 好 那这些人呢 就在那边吃啊 好了 后来我在 我来台北的时候 碰到他们 我说哎 李昂拿来 那个牛肉汤好吃吗 他说 哎 颜过其实吧 我说当然啦 你跑到你这台北吃就不好吃 对啊 你还在现场吃啊 没错没错 那因为 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牛肉 他只有四个钟头的 才会有四个钟头的氧化过程 换句话讲 晚上两点多的时候 开始 宅牛 处理到台南的时候 已经四点 就是放到台南的时候 一块块的肉 所以四点到八点 是最最重要的享用的时间 是 所以除了这个 无次的丝目鱼肚 丝目鱼 还有这个 台南最有名牛肉汤以外呢 渔富大哥 还要带我们去看看到底台南巷子内 还有什么美食 他们的背后的故事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欢迎请到的是 渔富大哥 渔富大哥你好 是 蒋伟文你好 是的 台南巷子内移民 俯成十年 细说建筑与美食 所以 这本其实是 刚刚渔富大哥把我告诉我 它是一篇建筑 一篇美食 一篇建筑 有一篇美食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台南建筑特别有故事吗 是这样子 我们平常到一个城市去 大概就是两件事情要做 一件就是到处吃吃 一件到处看看 对 那我们台南是算是 目前的古迹的恢复 程度做得非常好 台北也是一样 台北你看 我们到这一个迪化街 迪化街整条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日本人来 而且在里面也开了很多这种文创的 这种 个性的咖啡厅也好了 文创的一些什么 餐厅都有 都有 所以这个 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最吸引外国观光客的 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这个 把日本人带到这个101去看 日本人看你101就觉得 你怎么会比得上我们呢 那我们的东西都比你们还好 不要说日本人说 这个大陆的观光客也是一样 你跟大家去看那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那在台南现在是这样子 台南很不得了的就是 它已经有 它有总共有五六个的博物馆 那我们如果去这个東京 东京 东京它就有这种 它有三个博物馆是连在一起的 比如说东京新国立博物馆 还有这个Santori的美术馆 还有一个是叫做Money 这个是森啊 森大厦就是那个六本木那个地方 那他们就有一个公车就把这些博物馆就 就是我一直不断的在跑嘛 那你可以看完这个 你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再看下一个 那现在台南的这一个 我们有台湾国家文学馆 我们有司法博物馆 我们有美术馆一馆二馆 我们有奇美博物馆 我们有台湾历史博物馆 所以整个这样串起来啊 刚刚好就是可以让大家一直有公车 一直在跑 然后让你一直在在在那边走 然后你这个整个的这个美食 在这个附近都很多 嗯 这样听起来感觉移民台南蛮不错的 最近要移民高雄才可以变首富 哈哈哈哈 对那另外一块 对 不过这样听起来感觉在台南 就是美食文化 这些东西很有很有感觉 就是你搬那边去 真的是像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感觉 哎就是大家的生活态度都不太一样 嗯 比如说 我现在到台北来 我如果在三十三十六个小时 我就觉得走走走走恰恰这样子 就是开始因为人太多了 对就是人很多这样 然后脚步太快 嗯 所以很多这个 很多我的朋友 当现在跑到这个这个台北来 就是他就开完会事情做 我们赶快回家了 因为已经不能适应这种 回不去了啊 简单讲是这样 哎 吕富大哥你这边有一篇有关台南炒扇鱼的 我一定要好好问你一下 因为我们家那个蒋夫人超喜欢吃炒扇鱼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炒扇鱼其实是是台南是最好吃的 是 还是台南是源自于的 炒扇鱼是那边来的 炒扇鱼跟上海这一个什么炒扇湖啊 这是两件事情啊 炒扇鱼其实他是从福州来的 嗯 那可是现在很不幸的事情就是台湾已经没有 扇鱼了 已经没有扇鱼 为什么没有扇鱼 因为我们土地污染 嗯 土地污染了以后啊 这个扇鱼啊 只能从两个地方进口 一个是从南洋 一个从中国四川 嗯 那从这两个地方进来啊 这个中国的是是呃 他是一斤五百 南洋的是一斤三百嗯 那中国的炒起来才会脆 南洋的炒起来不会脆 嗯 那所以一个土地 如果我们自己不好好保护 我们的东西就会走位嘛 嗯 就会走位 那 餐鱼是这样子 还有台南有名的这个虾仁饭 也是这样子 虾仁饭现在已经火烧虾 已经越来越少 嗯 那你就会变成 这个 这个 有些人会讲说 哎我 我看你你老爸的这个店还好 你怎么你做起来就不好吃 那是因为食材 食材的关系 食材变了 对那你食材如果好 我们说最近的这个瘟疫 猪瘟有没有 嗯 你看那个 日本啊 日本 日本有一种猪啊 叫做六白猪啊 嗯 他们叫做 呃就是六白黑豚啊 因为汉字应该写成六白黑豚啊 那这种猪呢 是约克夏种 那他是用这种黑猪跟 就是他们交配起来 就为什么六白呢 因为他鼻子尾巴四肢是白的 六个地方是白的 对那那这一种六白猪啊 你去看到 日本有一种锅 叫牡丹锅 牡丹鸟 牡丹鸟 然后呢 这种锅呢 他把那个猪肉啊 切出来的时候 就像一朵朵的牡丹一样 嗯 就叫牡丹锅 他把那个肉排起来 像牡丹一样 开花样 像牡丹一样 所以叫牡丹锅 那你去吃那种锅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说 你什么东西不要放 你就是用这个 我的肉算一下这个高汤 嗯 你也不要蘸料 你就纯粹吃这个肉的感觉 嗯 确实非常好吃 那我们台湾现在哦 慢慢的有一家公司在富裕这个六白猪 嗯 那跟了跟到一家这一个 全台湾都有连锁店 那个卖卡兹洞的那个叫 聖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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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书牌的那个 聖波店 聖波店 然后呢 他用的就是这种六白猪 哦 所以那一个 那一个卡兹洞吃起来的味道啊 就跟人家不一样 嗯 非常好吃 是将来 所以最后就是在于这个食材的重要性 食材 那这个食材就跟这个 比如说我们台湾的环境很有关系 对不对 对啊 如果我们自己把环境给污染掉 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都很棒的食材就没有了 你不要说什么 刚刚是最近的大家都怕这个瘟疫啊 这个非洲瘟疫猪啊 你看从那个 从那什么东北什么什么地方拿这种 这种猪肉干什么进来 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没错没错 而且你看 食材本身是可以让你这个 呃民族的的饮食的文化到全世界 你看神户牛啦 或者什么这种松板 什么东西 他们的他们食材能够到一个顶级的时候 他是世界文明的 现在和牛在台湾也在富裕啊 嗯 那个以前那个李登文总统他不是在 他们做一种叫圆心牛在花莲 也是和牛啦 是 也是和牛那 日本这个民主非常有趣的是 你注意看他 他以前是几乎半吃素啊 就是他不吃这种他有佛教的戒律 对 所以他几乎不吃这个四字角的 那牛肉更不要讲啊 可是他现在全世界养牛养的最好是他啊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如何成为 因为 有时候我到这个日本这个东京去啊 这个他已经产年十几年的米其林的美食之度了 嗯 那会觉得说我们台湾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你像拉面 人家一碗拉面卖了两三百块 嗯 我们的我们的一碗面还在卖几十块 对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还在讲这个 所谓的CP值 CP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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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影响就台湾的饮食文化就没有办法这个拉高 没错 那我这几年这十年来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就是说台湾的饮食喔 还没有建立他的这个饮食文化的独立性 就是日本也是吃很多东西 比如说卡子洞 嗯 我刚讲这个卡子洞 卡子就是跟胜利的胜是一样 所以日本的这一个大学生 那日本要考大学的时候很多学生就去吃那个才会剩吧 对 那我们有没有我们有啊 我们有吃这个什么包粽啊 粽子啊 吃什么也有 但是我们这个文化没有前提起来 对 那我们把这些文化的来源去脉把它给 在来龙去脉把它给这个整理出来 那让我们的日本其实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这种饮食文化的作家 对我们可以借进这个事情来把它再推广 或者再整理清楚 对不对 那你像简单讲的 比如说台北 台北到处 台北以前有办这个牛肉节 嗯 那后来牛肉面节了 那台南也有办牛肉节 对牛汤嘛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这个牛肉面的背后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叙述 又非常的稀有 嗯 很少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是的 今天我们就是跟着余夫大哥移民到台南去 还没有完成我们手续 大家回来还有的要看要办什么手续 马上回来 I like I like Radio FM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请到是移民到台南去的余夫大哥 所以最后我要问余夫大哥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我真的知道移民到余夫 移民到台南去的话 有没有什么人不适合移民到台南去 不适合移民到台南 不适合移民到台南 移民到台南 像我是最不适合的 本来 对 那为什么我会变适合呢 因为我开始爱上这个地方 所以我这十年来很仔细的去观察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仔细的把他的所有的不管是建筑 不管是饮食 统统把它给记录的很清楚 那我本来有抽烟 可是我到台南以后烟戒了 事先戒酒 有一阵子戒酒 大概戒了两三年的时间 那就不喝酒了 那再过来就戒烟了 就是你的生活 你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度 你已经开始改变你自己 改变自己 就是你的生活已经 我现在很多人不相信是我 晚上的时候 我会跟朋友喝一点红酒 喝完了以后回家就睡了 然后早上五六点就起床 那不是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才这样 我刚才这样想 你已经看到我在想的 去了以后 去了以后自动的改变你的生活 然后你的所有的这种 就是你的生活步调 就慢慢的缓下来 那缓下来每天去做一些 就是看起来 以前没有感受到 这个这个月这个什么花开 下个月什么花开 不会去感受这种大自然 现在不一样 现在会知道 几月是薄落开 几月是木棉花开 几月是什么花开 就会自动的想要去欣赏 这些大自然的现象 那尤其像到 我常跟我朋友讲 到了这个季节来 就是秋末冬初的时候 是最适合来台南 为什么 天气很好 天气很好 然后好吃的都来 什么土豆也来了 什么芝麻也来了 然后很多食物也出现 所以这样听起来 如果说你是可以想往慢活生活 而且好好的 体验人生的滋味的话 我觉得是适合到以台南去的 如果你还是在快速的 那个节奏里要打拼的话 可能再过一回就去吧 不不不我跟你讲 可能隔了十年以后 你隔你的朋友 我像我大学里面 我大学毕业以后 就留在台北 留三十年 三十年后 我那些留在中南部的同学 大部分都比我有钱 他的这个花钱的机会少 是是是是 这样听就知道了 可以准备好去台南 好我们今天谢谢余夫大哥 然后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本很棒的一本书 台南巷子内 谢谢余夫大哥 我们想公出发 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